地表最帥人夫邱澤 15號現身擔任品牌代言人 才剛新婚半年 期間就有100天都待在台中拍戲 不過每天都還是跟老婆保持甜甜蜜蜜 會啊會視訊啦 會通電話都會 視訊的時候 這個太DETAIL了吧 當然就是會分享 今天遇到了什麼 發生了什麼事情順不順利 就是我們兩個很小的事情也會分享 我會回來或者是他 他休假待會回去台中 回去有一個人在等你回家的感覺 我覺得感覺還是蠻好的 雖然各次都有工作 他中間也拍了兩部戲 都維繫得蠻好的 工作很苦很累 可是你也會覺得 心裡面會一部分是被溫暖的 覺得蠻幸福的 很幸福 快看這張的重點他確定 不敢嗎 不敢嗎 不敢 不是他不敢 不會 因為沒有缺點 啊 喔喔喔喔 我寫不下也是 好難怪 除了不時要閃報大家之外 日前徐瑋寧接受雜誌專訪 自爆曾在面試時 謊報年齡 意外成為聳動標題 也讓他覺得有點無奈 他其實是一個隨意一個分享 就是沒想到會變成 這麼這麼大的標題 他只是覺得 就是下一次如果遇到這個狀況 他還要不要這麼 坎坎而談 就是說其實也沒那麼嚴重 他就是一個 訪問聊天過程的一個小插曲 還有一個是我覺得比較是那個 他的品牌一直被盜用這個事情 比較頭痛 算影響心情 就是他那個品牌的名字 照片一直被網路上拿來一樣 有老公陪著 希望這種煩人的事趕快過去啦 先別再寫你 先別再寫你 先別再寫你